迎接和年的到來 文化局今天特別在宜蘭的火車站前 地度檔的廣場 舉辦了掃救營村的活動 局長林秋芳還有宜蘭市長江聰彦 也一起帶頭來做Visor Go 分送給民眾 預祝上清新的一年 好運旺旺來 為了迎接嶄新的一年 文化局今天特別在宜蘭火車站前的 丟丟檔廣場舉辦掃救營村活動 活動中特別安排文化局長林秋芳 和宜蘭市長江聰彦 一起帶頭做Visor Go 並分送給民眾 預祝相清新的一年 猴年發財好運旺旺來 歡樂宜蘭年 高雲發財 高雲歐洪海賈 這個是我們這個 歡樂宜蘭年年年最重要的 讓宜蘭過一個最有年味的年 那我們今天很特別是因為我們的 幸福轉運站即將在明年春天要開頭 那我們最近也會進行點燈的動作 那所以我們去年我們是在中山公園 我們現在已經擴散出來 到知名推薦黨館廣場 火車到附近 這次靠在這裡 整個都要給它點燈 都整個要點燈起來 那再結合我們幸福轉運站 你相信這個雙親會比較有那個 連結的氣氛會非常的擴大 我們今年不只是說施工所整體動起來之外 我們的社區參與能量也加入了很多 像我們今天的飛豪 反化過硬 及我們等一下要做的 我們都是非常用期待的心情親自去體驗 所以我們讓宜蘭市整個舊城感染到 要迎接農曆過年的一個喜氣的氣氛 我們也希望這個氣氛可以擴展到全國 所以全國有很多的旅客或者好朋友來到宜蘭 它可以感染到我們這個免結最重要的農曆的一個免結氣氛 此外現場還有安排環保二手市集 以及春聯名家規豪活動 由縣內多位書法家到場書寫春聯 免費供民眾索取 宜蘭新聞記者讓我出新採訪報導